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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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经理有限 情绪互高互低 美国专利山苦瓜生态 添加各汉心 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一摊一粒 糖糖真正好容易 达磨本草山苦瓜生态 投投思道 猛诗赞报 光头给你报一报 我光头了 欢迎大家到投投思道 先来聊一下选秀 选秀就在我们录音的本周五会正式登场 去年的话我们是在第三顺位 今年的话会在第四顺位 不过我们去年其实某种程度 我认为选的还不错 因为第一轮就很顺利的选到高中大物 林家伟 那也很快的他就 帮我们实质带来一些表现 对不对 那除了林家伟之外 包括第二轮的林宏玄 第三轮的新军生 那第六轮的张浩卫 都在今年都有登陆一军 而且像新军生 目前在牛棚来说 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像林宏玄也算是未来可预期 可以接上二游 不管是替补或先发 都还蛮好用的人选 那我们在这次的选秀的话 我稍微聊一下 大概的我个人的想法 我们就位置来看一下 在补手部分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 补的几率没有这么大 除非到后半轮次 有还不错的补手 或许可以补一两个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七个补手 所以看起来 不管在年纪上 在经验上都算是充足的 所以补手目前看起来不是特别要去补强的部分 那内野部分的话 在角落的内野部分 或许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在中后段人次 可以试着去找找看 因为毕竟说一蕾 我们目前看起来都是偏年纪大的 那除了何恒佑之外 算是比较年轻的 那三蕾部分虽然有指 但是我看起来 目前也是 有点院长体质 所以也很常有受伤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 这个一蕾三蕾部分 或许 如果在第三轮左右 还不错的地方 或许是可以去挑 那有几个大家 我觉得要挑到也是不简单 但是可以去关注 包括宋伯瀚 包括徐少宇 甚至是张兆宏 都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那中线部分 看起来今年 就是包括 陈胜平也是一个考虑的人选 那另外的话 看起来中线部 今年看起来 如果能够在前面选的人次 可能会没有这么多 就是除了海龟之外 那外野的话 大物就多了 那不过因为我们 看似外野深度 还蛮齐全的 不过 毕竟这是累积未来的资本 虽然我们现在有 三鬼加 小黑第四鬼 再加上我们的 那个林家伟 好像是五鬼 很多了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积极的补强外野 其实也不是说 不可能 包括许廷伦 包括曾圣安 甚至和平四龙 都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那投手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不管是 先发 那因为包括可能明年 要在古龄有可能会 旅外的情况下 所以 有机会 投到先发的 我觉得也是 补强的关键 那另外的话 就是中纪的左头 或者是后远的左头 也是一个补强的关键 那因为毕竟我们是第四年 三德利蜂王乳 加芝麻明衣 独家完全睡眠配方 帮助入睡 让您睡得安稳 起床又睡饱的感觉 还添加蜂王乳 赛洛美 维生素C 等养颜美容成分 让美容教真的有感觉 醒来 透出粉 润 亮 现在15天体验组 只要890元 每人限购两组 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 左头也是一个补强的关键 那因为毕竟我们是第四轮 所以第三轮的中心兄弟 就会蛮有 可以算是 蓝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传闻是说 他们可能是 不管是张义 不管是许庭伦 都是他们可能会选的目标 所以如果我觉得 如果是许庭伦 他们先选了 那我们毫无意外 应该就会是以 陈胜平为主 因为毕竟 先不论 大家都说 他在2A的表现 打击没有这么好 但是毕竟他在 2有3类 甚至都可以守到外野 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攻击 而且看起来 他的手背 也算是足够在中子生存 打击我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叼 毕竟他还23岁 所以可以考虑的人选之一 另外的话 如果兄弟选了陈胜平 那我个人 我个人会觉得 就直接把许庭伦 挑了起来 因为毕竟 许庭伦 我觉得会是 已经旅外 完了之后 穿加中子选秀 目前天花板 跟地板最高的选手 所以这个是 可以挑的人选 那如果在第二轮 还有机会 挑到一些高中大物 包括 张又谦 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 包括他可以投球 甚至他也可以守外野 都可以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大致上的 想法就是这样 第一轮 就是 陈胜平或者是许庭伦 二选一 那第二轮的话 就是 不错的强打者 或者是投手优先 那第三轮 我是觉得就可以 开始补一些投手 那后面的话 再来开一些 伏带类的中继后援投手 那如果还有机会 选到一些角落的强打 或许在第三轮 第四轮 也可以补一下 这样子 好 那讲一下 我们的三兵的问题 刚才有提到的紫豪 紫豪在今年 受到腰伤跟西伤影响 本季已经确定是报销了 因为他在七月中的话 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所以也确定 今年不会再出场了 那这个 也会牵动到我们的选秀策略了 这个就要再观察了 那至于 投手部分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裴瑞兹 已经恢复强度的传球了 所以看起来下半季 应该可以赶上了 那另外的 胡志伟也已经在附件了 目前是已经 做到Live BP了 所以 开季可能稍微赶不上 但是可能投个二三场的 二军轮子的话 球速拉到比较多的情况下 在可能 八月多九月的时候 或许就有机会上来了 好 来说一下猛失战吧 上周 三战两胜 第一场对乐天之战 延续着在前一周的整个气氛 打得非常差 投打都不到位 所以也 算是 拿下了败战 第二战 派上了 嘟嘟先发 第一局投的还中规中局 但第二局 就整个风云变色了 不仅被连续安打 请投了 第一局投完之后 就被KO下场 再加上 手背 非常的惨 也让我们最后 以残淡的表现 吞下了败战 这场比赛 对上富邦和将 手背大乱 前六局就有六次失误 也写下对死 时隔十六年之后 再次的单场 至少六次失误 那我们分别在第一局 第三局 第五局 第六局 都有出现失误 那 特别是潘杰凯 也是失误连连 一个人就发生了三次的失误 那说到失误 这个前六局发生六次失误 前一次我们单场六次失误 要追溯到2008年的五月13 那你看连这场比赛 结线也在第五局的时候 漏接了 那也中断了 外野史上第三场的连续 394次守备 无失误的记录 那这个失误的话 算是 虽然是停在联盟史上第三场 不过这已经是统一对死的 外野手记录了 那另外的话 提一下前两名 中止史上外野连续55的话 第一名是林哲轩 他是455次 第二名是新龙牛的苏建龙 411次 那承接线结束之后 结束这个连续无失误的情况下 接下来挑战者就变成 卫权承品杰 他目前是384次 所以很有机会就超过了 所以有可能 结信就会掉到第四名 好 那再来接下来 对上富邦的二连战的第二战 布雷克七局只在第三局的时候 被王正堂急出高飞心 掉掉一分 那我们在第七局也好不容易 终于有一个大局的援护 那包含了林安可的40的胜利打点 那苏志杰的补枪 那也让布雷克 这个七局9K掉一分的好头 拿下了胜头 也进占了生涯的第40胜 那上半期魔术数字也顺利的降到M4了 好 那再来的话 六日就是对上卫权的二连战 第一战的古雷 延续在前一周的好头 这一局 这一周更猛 七局送出10K 已经连续两周10K以上 那打线的话 则是在第四局靠着苏志杰跟林一犬两次二连战 率先拿下分数 第七局再由林安可拿下胜利打点 惊险的拿下胜利 那古雷瑞昂 总共七局刚才有讲的10K只是一分的好表现 也让他在这个 每日的球探前面有一个好的表现 那古雷瑞昂上半季标了81次山镇 是追凭了目前富邦汉江的罗格并列山镇王第二名 那也打破了2004年潘威伦上半季73K的对史本土投手记录 那也是2006年以来 从陈泰林安宇以来土投的最多记录 那联盟上半季最多山镇的土投是2004年的林英杰的105K 那另外的话 宗旨史上上半季最多山镇记录保持的是 前伊拉犀牛的洋将希克 他是在2014年的上半季 猛标了110次山镇 那同一的对史记录的话是 这个2018年的罗大哥罗里奇的101次山镇 那到了第二场的比赛 就是靠着我们的圣骑士 丸头仅仅让卫权拿下一分 那打线虽然只打出五支安打 但是有效的串联 那也拿下了这个这周的三连胜 那连续三场比赛 安可安可再安可 三场比赛都是有林安可打下胜利打点 这个是也是蛮高兴的 那靠着这三场比赛 先发投手都至少能吃下七局 也让我们牛棚不用出来塞塞子 那也减少了放火的风险 那也让我们的魔术数字顺利的降到了M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周的话打击就是靠着我们的四轨 邱志成成结线 林安可跟苏智杰 撑起全队的打击 那主要的话是配合着 邱志成的好的上蕾 结线的安打输出 再加上林安可的关键的安打 那苏智杰的补枪 也让我们能够在关键时刻打下的分数 那安可的话上周是脚出全队最高的OPS 也贡献了最多的五分的打点 我们上周全队只打下了12分 所以林安可打五分 可见有多重要 好那补手 投手的部分 这个先发投手就表现一半一半 像罗王表现的就算普普 那潘威伦也是表现的并不好 那很多人就会讨论到潘威伦这个先发的问题 我是觉得目前就态势来看我们还是领先 那所以让潘威伦再先发调整 我觉得是问题不大 那虽然我个人也是觉得说 投5G好像对他来讲是有一点点辛苦 而且会有一局爆的现象 不过我相信都督会自己去调整 但是你要让他每一个礼拜都可以 轮值先发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考虑一下 是不是让他的休息天处再长一点 让他的调整能够再多一点 那但是现在问题是在 林沙威伦表现也不是这么的稳定 这个可能就是要再思考一下了 好那布雷克的话就表现不错了 单场投输9K也追评了本季的最多记录 那古林圣骑士更不用讲 两场两个人在这两场比赛都表现出 优质的K功再加上优质的先发 那尤其是古林能够吃的局数也够多 那也投出很多的山症 这个是相当难得 表示看起来在前一阵子 他可能有遭受流感的影响 在身体复原之后 也能进化成为一个我们真正的本土王牌 那因为牛棚部分 因为先发吃的够多 所以只有在被打爆的那一场比赛 好像投的比较多 其他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那就持续剩下 其实我们也剩下三场比赛 那就大家再撑下去吧 好来到失劣战场 这周的话就剩三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是礼拜二 对上乐天 这是一场保留比赛 已经打完一局了 打到了二局上 两人出局二雷友人的情况下下雨了 所以那这场比赛的关键就是 如果我们赢了 就可以直接M2归零 也就可以这个抛彩带了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要到礼拜四 礼拜三 到洲际球场对上中心兄弟 那如果真的再不行 就要到最后一场 礼拜六到新庄 对上富邦汉将去抛彩带 那就希望不要夜长梦多 第一场比赛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那最后一周 只要下周能够拿 这周能够拿下胜利的话 就可以直接封王了 虽然花的时间 是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久 但是是很重要 那我在先前有提过 我们如果能够先得分的胜率 是比较高的 那也确实没错 我们在前一周 这个6月9号到 这个八战七败的情况下 有五场比赛 是被对手先得分 那唯一一胜 八胜七败 唯一一胜也是我们自己先得分 所以先得分来讲 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 那最后我再补充一个 就说如果在今年 这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对上乐天这场 如果能够顺利的封王的话 也是我们对死第十三次 对死第四次 在台南的封王 那林月平 职场兵服下来 有四季拿下三季的季冠军 也只有第一年是在台南球场登顶季冠军 那2021年是非智利封王 2023年是在新庄球场 抛下了橘色彩带 那如果我们能够抛下彩带 那也是林月平总教练 林月平总拿下了第四座的季冠军 那也单独的登上对死第一的排名 那超越的就是我们的非众旅文生 跟大使弥太郎的三次季冠军 那联盟史上是红一宗13座季冠军排名第一 接下来是徐生敏的五次 跟林一针的四次 所以林总已经并列联盟的第三名 所以可以持续帮我们的兵总继续加油 能够继续往前超越 好吧 那就希望不要夜长梦多 录音的今天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抛下彩带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今天节目就到 OSLINE See you next time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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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團身軍路台 L-I-O-N Always Lions L-I-O-N Always Lions 去世共拼山 向意志尚極劍 探前哩笑斷心理 為鐵冠軍 心電心 創造統一團旗 堅持咱的理想 共夢唱太陽 腳步運 堅驚鋼 潛入咳 Live 500人 一名賠家 給人感動 讓白女 蘭奶課山痛 ´水潼心菜秀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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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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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有啥齒�лан鑑所在 鳳頤 有孫朗朗 世界出名咱人在 西方正身 團身軍路大 L I O N Always Lions! L I O N Always Lions! 起世共拼散 和意志上極竟 贏人類超大心理 為鐵冠軍 心電心 創作同意團旗 堅持咱的理想 拱蒙青太陽 腳無運堅驚嚕 勿勒打拚 讓人感動 讓對著咱的歌聲唱出同意最佳用